海上升明月在香港 这不是诗词优美的意境 是真的有一颗明月在海上翻滚 但其实它原本不是这样的 几天前为了迎接中秋节 香港业者在关塘海边 架起了这个人造月亮 直径15公尺 冲爆气之后重达2.5吨 一时间成为打卡圣地 业者的担忧一语成阵 气球月亮真的从博船上被吹入海中 而且因为23号风力太强 他们等了好几个小时 明月已经完全消风 才抢救上岸 不同的潮行 不同的模样 全速前进 冲向老岩仓大坝 这就像是一场工程站 同样中秋必爽的美景 维持浙江海宁的前塘潮 24号适逢农历8月18 也是每年潮水最汹涌的一天 现在是潮水涌上海塘的场景 大家可以注意到 如果此刻站在这里观潮 是非常的危险 好的 这就是冲天潮 前塘潮景色壮美 却是每年当地公安最紧张的时刻 因为前几天已经接连发生多起观潮意外 所以大陆媒体转播中 也已在呼吁观潮民众 别靠太近 TVH1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